哈喽 大家好 今天我们带来一对乾隆留给我们的 一对葫芦瓶 我想大家从镜头上一定能看得到 这件东西的它用的什么料 底色是吴金佑 吴金佑我相信在座的人看到的都不多 因为吴金佑在清朝以前所有的朝代上 吴金佑是最贵的 再加上它上面的彩就是一种颜色 黄金 直接用黄金磨成粉 然后把它画上去 大家再看看它的款式 乾隆年制四字金款 在任何朝代任何时候 每一个人都知道 黄金是最贵的 黄金可以换任何东西 来买任何东西 所以这一对瓶 乾隆用的乌金要是最贵的 黄金 是任何人都知道 它是 流传在世上的 买什么东西都可以买的 两次黄金 所以你就能理解到 这一对瓶 当时乾隆是怎么的奢侈吧 确确实实是这对瓶 非常奢侈 非常奢侈 很少见 很少见 所以 大家 能够从这对瓶里 能够体会到 当时的社会 是多么的富裕 谢谢大家